大家好 我是于飞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出过关于Home Assistant的一个简单论文 我们可以做到使用苹果手机控制米家设备 那个还是挺厉害的 但之前的方案是第三方的集成需要我们的设备一直询问小米 这个设备目前是什么状态 不算很优雅 但好在挺好用 而小米前几天搞了一个Home Assistant的米家官方集成 据传言说是为了米家明年的NAS产品的生态做一个打算 直接就是官方告诉你目前设备的状态是啥 更直接也更方便 所以这不就带给大家简单来体验一下吗 而关于Home Assistant 上手难度其实挺低的 但是上限需很高 各路大佬搞出来的面网是真的很好看 且数据也很详细 但咱们这个就还是录个门 在NAS里面安装 然后搞定苹果设备控制米家设备就行 竟大部分人用的也就是这么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先点到市场 这就开始正片 本期视频是使用非纽OS来做演示 这个教程都是通用的 就挺简单的 然后在后面也会有群晖老版本的一个第三方集成 来做一个对比 看看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之前搞过的师傅需要重新搞一下 那么我们开始 我们可以直接用谷歌搜索小米的Home Assistant 然后第一个Github里面就是米家的一个集成 我们点击进入 它这边有三个模式 第一个是用Git Chrome命令下载 就用这个 然后第二个是直接集成在商店里面 但是现在还没有 第三个是通过这个手动安装 那么我们是肯定用第三个方法的 因为这个更适合大众 就比较的简单 然后我们点击小米的这个 然后在Tags这里选择它现在的一个版本 它在两天前它是更新了0.1.4b0这个版本 我们下载最新的就行了 然后这个因为是通用的嘛 所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评论区 然后大家就直接自己去下载就行了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 OK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这个小米的Home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教程 第三个是把这个文件夹复制到这个的文件夹下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给解压缩一下 那然后我们如何去安装Home Assistant呢 我这里还是以NAS为例 就比如说这个飞牛的NAS 它在自己的应用中心是直接有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击安装就行了 比如说我这里把它给卸载掉 像群辉啊绿莲之类的 都是可以直接在应用中心去下载的 如果没有的话是需要自己去社区添加个社区员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群辉 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那这里是直接有的啊 我是在我们的这个套件中心 安装了这个Home Assistant 这个应该大家安装起来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Home Assistant它是需要作为服务端嘛 所以就是需要24小时在线 飞牛这边我们已经卸载完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找一下它Home Assistant 找到它 然后我们点击安装 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然后自己选一下储存空间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需要等待它配置好 因为飞牛OS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Docker嘛 好我们安装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Home Assistant的一个路径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去里面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穿件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用户 然后设计一个你自己的密码 好创建账户 然后搜索地址 比如说就长洲 长洲 然后下一波 然后选择一下地区 春光大陆 下一步 然后我们要技术分析 生存情况统计信息 那这些我们先不管 直接下一步 然后可以兼容的设备 VPNP什么的 然后我们先再完成 然后我们可以在设置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设备与服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是已发现UPNP和这个UPS 目前这里是没有密加的 然后我们去把它给关闭掉 然后选择停用 插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小米的文件夹 复制到HOMOSYNTHEM的这个文件夹下 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 在设备房里 应用文件 找到HOMOSYNTHEM 然后找到它 config 然后config这个这个文件夹下 它这里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然后我们直接下载 把这个小米后 放进去 然后我们在这直接新建一个 复制 复制 我这是没有这个文件夹 有这个文件夹就不需要进行这一步操作了 点击新录 然后我们新建好了之后 然后再把小米Home这个放进去 刷新一下 OK 把它拆掉 然后再进行中心 安装 安装 HOMOSYNTHEM 这里我们再启用 已经有我们的这个设备了 好 在设置这里 我们点击设备与服务 这边看到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小米Home 我们这里直接添加 它这里会有一个登录界面 我们直接点击它登录 那这个我这里是登过小米账号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就可以了 我们确认搜索 然后等待一下 然后这里建议大家使用Chrome浏览器 因为其他浏览器可能会没有按跳转 然后现在这里是正常现象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把Home System 前面的这一窗 换成我们设备的一个IP 就比如说我的192.168.31.128 OK 进 好 这就回到了我们的Home System 然后这里会让我们选择家庭设备 导入家庭的设备 同名模式 好不同步这些这些这些 好 这里你看云海是我的小米账号 的一个名字 它这里提出我们请选择机身模式 以及你想同家的设备 生产的家庭 然后我这里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我是有 我这里是命名的是小金窝 我们有44个设备 然后而且有本地的中式网关 然后它下面有房间名同步模式 这里我们是有很多个名字 我们家庭家庭名和房间名 你看这里米家卧室 那我这个应该我选择这个吧 因为我这里是小金窝加卧室之类的 我们选择下一步 那它这边就是正在出使画 然后我们现在是等待它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识别到了 我们我家里面的所有设备的一个信息 而且识别都挺准的 这里面的区域是已经帮我们自动识别好了 这个我们直接进行完成 然后下一步就行了 完成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厨房 它有这么多模式 然后次卧它有这么多模式 播放下一步 就它几乎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的一个体系都给弄进去了 加持器 这个是不在这里 不在 没有开 没有电 哇 是真的很棒 然后现在 我现在是在阁楼上面 然后它现在已经识别到了 我现在正在使用小米的空调24度 然后现在环境温度是17度 挺好的 挺好的 好 这个是我们小米官方的一个集成的插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我们每个设备的 比如说开止烹饪停止烹饪暂停 就比如说那些物理按键 它都同步过来了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功能集成在里面 就是官方的支持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第三方的支持 第三方的支持 它是有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这个灯到底开没开 就可以去切换 然后一些指示灯的一个状态 还有比如说纳斯电源 它是一个5A 然后58瓦这些 但相对来说就会更简单一点 这是他们在实际的表现上的一些区别 第三方的是通过我们的第三方集成 一直询问小米这个灯到底开没开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而我们官方的现在就是主动告诉home city 这个空气炸锅是多少度 然后它有一个按下键 有一个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们之间一个巨大的差别 它现在还有一个日志 日志这里也可以全部看到 就比如说现在我的楼下 小米的扫地机人正在扫地 然后这个地图数据它在一直的更新 然后这是我刚才操作的这个米家的指示灯 这就是它的一个区别啊 现在它是直接小米的设备 会直接把这个数据给发过来 发过到home system的这个系统里面 以往是需要home system一直在询问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然后现在是小米的设备主动告诉home system 我现在正在干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在米加小米这个已经连接上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想要添加苹果的home kit 使用苹果来控制小米的这一套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添加集成 然后在这边我直接说苹果Apple 然后它这边有home kit 就是它巧接的一个方法啊 然后我们选择要添加的域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一般默认是有这么多东西啊 OK那就默认这些了 我们提交 在通知这里找到home kit的配对 然后跟随引导完成配对的一个过程 那你看这边是有这些区域 都可以按按我们确定 然后在这一块就有一个配对码 然后我们使用苹果设备来连接它 好我们现在使用家庭点击它 然后这里选择扫描配件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这个码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桥接设备 我们选择添加到家庭 这里会提示我们 这是一个未认证的设备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添加 然后它是需要一个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等待一下 那你看这里有一个桥接设备的位置 我们这里新建个房间吧 继续 它是我们的小金窝 ok 然后桥接设备的名称 Homacist桥接 好一台设备 厨房灯的开关模式 我们就选择厨房 好插住厨房灯的这个 这里建议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勾这么多 勾这么多 它那些传感器什么开关什么的都会加进去 我这里就快速的给大家添加上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米的 这个Home System集成 它是集成在里面之后 它是可以识别的 可以识别到超级多的 这个设备的状态 还有直视灯之类的 所以这肯定要花费一点时间去 自己去调整 这个种类说实话有点太多了 或者等它后面的集成 它有功耗显示 大门灯功耗改变 我的天哪 现在它的这个信息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哇靠 然后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 你看厨房灯掉灯一个开着一个关着 哇靠 然后这是 空调 米家数据没有啥 没有那个 嗯 米家只能显示 灯 现在是这里 好 现在是添加进去了 啊 但是 现在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我靠 我的妈呀 等于说你在 可以直接 就是添加好多好多功能 那次我的灯开关模式 空气炸锅的开关模式 比之前的来说是揭露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控制功能 当然 这个我感觉也挺复杂 好 我们现在算是加进去了 但是还没有去详细的设置它 这个设置我们就先不看 我们就 来看一下它响应的一个速度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用了小米的机晨 咱们这个家里的这个智能开关这个速度啊 现在是关闭客厅那个灯 开启它 关闭它 开启它 关闭它 开启它 关闭它 好我们再看一下米家自己的啊 好 看米家自己的米家的 会比米家的稍微慢一点点 那也差不多 稍微有一点点之后 好 这大概是它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回到工作室 看一下使用原来的那个第三方的那套集成的方案 它一个对比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方的它的这个速度啊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和官方的集成速度 其实杆子上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可以和官方的来对比一下 呃 反正我是觉得在实际操作上 这个速度和官方的是差不太多的 整理上对于我的区别来说是在功能上识别会多很多啊 像是音箱的一些物理按键 扫地机的一些功能都可以直接出来 而第三方的在这一块就会少一些功能上的东西 但开关的控制这些都是一样的 而且速度上我个人感知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 所以如果你是老手那么可以晚点有空了再重新搞一下 新用户的话就直接用小米新的集成的官方的 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关于小米Home Assistant集成的一个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 当然这依然还是一个基础啊 这软件的功能是远不至于迟 像别的平台也可以加入信来 电费那是啥的也都是可以的 而这些更全面的那种就要你们自己去探索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已经用上的大佬也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成品吧 一定会很脏的 那么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评论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搜查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